诈骗集团被逮着两辆名车 是犯罪所得 台中警方嘱托行政执行署 台中分署变价 其中包括了这辆2020年份的 兵士AMG GT53 以及2023年份BMW纯电休旅车 8月6号上午拍卖 有二手车商专程从北部跟南部 到台中来出价 执行官拍卖这辆BMW纯电休旅车 一开始场面很不热落 几分钟后竞争开始激烈 就这样一路喊到300多万 但喊到最后执行官的一句话 现场一片错愕 再换拍兵士车 最后出价376万5千元 超过底价 顺利标出 而现场还有慈善团体 跟欠税义务人的工艺摆摊 从手摇引茶叶 护肤精油到小吃美食 生意倒是不错 台中分署说市集摆摊 义务人扣除成本后 希望他们能将盈余的一半搅回 慢慢搅清浅税 TVBS新闻 陈红 义红 财园 森局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